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索尔 目前天天姐若一开始就加入了朋友 进入大概都到了三个字拿制作书 可以开始做绝饰品的时候了 因应观众的需求,我们继续来谈谈绝饰品 这次来谈谈身体饰品 身体饰品数量很多,这次也是一样分成两集制作 这集制作完毕后,会尽数制作下一集 生命栏中有对以下介绍的各视频标注时间轴 大家也可以点击时间轴看你想看的视频介绍 希望各位朋友会喜欢,谢谢! 以下顺序部分强弱 依据游戏内制造战中的排列顺序依序来介绍 第一个来谈谈酷命神斧烟 中规中矩的通用型生理饰品 比其饰品的加4%物仿跟气血好得多 辅助类或无特殊需求的角色 都可以装这件来称高血线 就不用跟主力角色抢饰品了 还算不差的选择 第二个谈谈护命神斧陈 这在陈堪45次讲义中出现过 但不见一幻 相较于护命神斧烟,气血变成了法防 法防很明显的比气血差多了 这件就很像之前首部饰品中提过的 凌犬浑浊雾 除非某天有出一只双防转弓的角色 不然实在没啥用处 基本上身体饰品需求不大 可以先用急的顶一下 这件还是拆旋路去商店换比较好的饰品为佳 第三个谈谈辟血玉配烟 这件也算是通用型的身体饰品 比护命神斧烟好一些 对于PP而言 50%血量不难为止 基本上全程都可以加5防15% 对于PP来说 高于50%血就更坦,没啥问题 气血被打低于50%死 若没立即补血 因为血量太低 有没有加纳15%物防差别都不大 即使有加成 大概率还是会被对方一击杀死 所以没加成也无所谓了 对于PP来说 尾之血线才是最重要的 这件虽然有条件 但不难触发 还算是不错的饰品 千万别拆掉啦 第四个谈谈辟邪玉配成 这件就是超级糟糕的视频 特效跟辟邪玉配也刚好相反 需要气血第50%才会出发 打小怪拼秒杀 所以有没有加纳都没差别 打王的时候 因为血少50% 不管加多少防 大概也都是被王烦死的份 所以这件根本是搞笑的毫无用处 对于PP也是如此 因为平时不会触发特效 反而增加了直接被敌方秒杀的机会 即使没被秒杀 剩下一点点血 下一个人上来打 即便加了20%房 还是得死 除非把血拉高 但血一拉高特效又美了 真的是蛮恶搞的视频 这件就建议直接拆掉不用留了 完全想不到哪边可以用 拆圈路去商店换视频还比较实际 第五个谈谈青神禁欲 这件也算还不错的视频 但比较限定角色用 因为主动攻击对战中才有提升物法防 被打就没有了 所以比较适合打王可以退的角色 例如风寒月、李银凤等 因为打王就会退出王的攻击范围外 不会吃到王的攻击 所以被攻击没加防也无所谓 这件不管是打物理还是法术王都能适用 也能帮他们较薄的身板多增加点硬度 可以长住在身上还算不错的选择 第六个谈谈凌月配还烟 这件被戏称为西战袭依依 若有了这件 在不需要依依坦的情况下 可以找一个人装这件替代依依 就可以多上一次打手 增加更多的火力 对于打创命等关卡就非常重要 这件在PVE可以说是非常好用 拿到之后一一就差不多可以退休了 基本上都会给优先行动的角色装 例如曹沁等 利用再动技能 甚至可以一次降两个角色的物攻 可以说是非常好用 越早拿到可以说对打关卡越有帮助 第七个谈谈凌月配还陈 这件相较于凌月配还烟 就是比较战术型的饰品 平常一般关卡作用没那么大 小兵都是拼秒杀 也不会那么无聊 先找一个人放减防之后再上去打 打王就有用处了 这件尤其是给曹信装特别有用 先利用再动技 先让王上到减物防 再上去用五五大招就可以打出更高输出 或者是给冰璃装 先用必死仙将王的攻击跟物防 热洞时也可打出更高输出 以上打法不仅是打王有用 PVP时也可以一样这样用 就可以增加直接击杀对方的几率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 第八个谈谈凌月配还物 这件也是在神刊45次奖励中出现 是可以考虑选的饰品之一 这件相对于前面两届凌月配还系列 效果就稍微差一点了 因为石磨的效果蛮多咒诗自己就有 尤其若有风寒月 战前就可以施加石磨 那这件就几乎没有用处了 但若没有风寒月或者无法上风寒月 得上其他咒诗的时候 这件还是相当不错的 打王的时候先让装这件的角色先动 将王往法防后 再让咒诗上去输出 就可以增加伤害 所以这件即使有风寒月 还是建议留着 毕竟风寒月没办法再所有场的都上场 虽然这件没其他两件好用 但有这件帮其他咒诗增加输出 也是很不错的 第九个谈谈九龙玉配 这件相对来说就比较差了 虽然降攻是个非常强力的简易 这件也不像齐多天香烟 还有几率的问题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得对战后 打小怪都是直接击杀 所以不太需要吃攻击后降攻的问题 但打王问题就很大了 尤其是等级越高的王 通常没有先攻降攻就很难吃的下一集 除非就利用闪避之后反击去施加 但这样就损失一次主动进攻的回合 得有人先上去挨打 降攻后我方才能攻击 这样效率就变差了 不如装凌月配完烟主动降攻后 我方立刻能开打还好得多 这件就没啥饰品中的时候可以装装 但要拿来降攻就算了 即使没凌月配完烟 上一一或者是离忧 还比较好用点 最后谈谈化渊区域 这件也是偏PVP向的饰品 目前PVP并没有需要一定得破满血的必要 坦上场的机会也低 最多就是给物防较高的侠客攜带 再反击史先多打对方一下 增加反击击杀的机率 但未来假如有出一定得破满血的关卡时 这件就会立大功 虽然目前PVP也没有什么需要破满血的地方 但未来的事很难说 说不一定会出一些强力满血特效的角色或饰品 这件留者以备不知之需会比较好 但比较可惜的地方 就是只能近战攻击才有顾伤 对于远程的宙斯等就没效 就没办法破神念这类的 就是比较遗憾 目前比较适合装的角色就是殷系 搭配上护卫剂的先攻 先顾伤一下之后先攻 有机会直接反止对方 还算不错的搭配 本次就先介绍到这 若本次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不能按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订阅后便按下订阅旁铃铛开始通知 之后有些人影片 您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了 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多多留言 我会努力回来大家留言 也欢迎大家加入FB粉丝团 粉丝团的网址我会放在说明栏中 频道心里不易 也希望各位朋友观看时如果遇到广告 希望别的提到广告 可以去上个厕所 倒个水 深深蓝要等 花费您短暂的时间 可以帮助本频道能顺心下去 并欢迎大家来我的时光台 每天晚上在FB开播 大家可以来时光台一起聊聊 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